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用人头募款钱放在自己的口袋 而且这些人头竟然还是议员 真是情何以堪 同时又谈到橘子的USB 包括它的云端形势力有部分被破解了 到底破解的内容是什么 等会一一来告诉你 同时我们在今天也要特别为您连线爆料者徐慈琛 来谈一谈到底哪些议员被当作人头 自己都不知道呢 敢为您介绍来到前面现场的来宾 邀请到桃源市议员林涛 关姐好 大家好 终于等到黄帅山 终于等到她了 终于等到黄帅山了 终于来了 终于来了 邀请到律师 张靖坚 靖坚律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邀请到特别市议员杰舒培 嗨 大家好 以及前面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一善 阿官好 大家好 邀请到资人媒体人邱明玉 阿官好 大家好 好 节目一开始 我们就要独家为您做视讯连线 连线什么呢 我们来看 徐慈山爆料说 曾经和邱佩玲 赖湘林去参访 金格美琪 这个是大得不得了的契议了 他怎么说呢 他说很有可能议员被拿来当作人头 请检调尽速解密 柯文哲的USB吧 我们现在马上为您视序连线 前科办进总社会力组长 徐慈琛 慈琛你好 刘姐好 大家好 好 慈琛 今天媒体大篇幅报道了你的爆料 可不可以仔细来谈谈 你到底爆了什么料 其实是这样的 是我那一天看到苏培姐 有讲到说 柯文哲在募款之下 有用了一些议员的人头 那我这时候就想到 其实当初 赖湘林在竞选桃园市长的时候 有跟着邱佩玲 然后带着我们一些议员 去了我们桃园的在地企业 包含美琪以及金格食品厂 这两间 但我其实只是想自清一件事情 如果USB解密之后有我的名字 那我要先说 我真的一毛钱都没有拿到 好可怜哦 好 那你们去参访企业的过程 可不可以讲一讲 这里头有没有讲到募款了 现在很需要帮忙等等 其实大家都知道 湘林委员是一个劳团出身的人 那其实他来竞选桃园市长的时候 是非常的辛苦 那那个时候我们的邱佩玲副市长 其实思雨孝有跟我说过 他非常欣赏赖湘林这个人 所以他希望在2022年的九合一大选的时候 可以帮到湘林委员 所以他当初就带了我们到桃园非常知名的两个企业 包含美琪 然后还有金格食品厂 而且都是由董事长他们来亲自接待的 那我想其实这个从照片里面 大家都可以看到 其实邱佩玲副市长跟湘林委员的关系 非常的好 那当然就是在参访过程中 除了让我们了解到在地企业以外 也有就是说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帮忙 湘林委员 不论是在选举的经费之上 或是一些地方的动员之上 都可以帮忙到湘林委员这样子 那当然我们这些议员也受灰 让邱佩玲副市长带我们一起去参访 来辞生我想请教 在那一场参访当中有任何提到 比如说柯文哲的 不管是党啊民众党很缺钱 或者需要帮忙吗 还是纯粹只有讲到赖湘林 当然其实在讲湘林委员的之下 还是想要是把台湾的第三势力 做出来给大家看 所以势必在对谈中 一定是有提到第三政党的问题 然后还有白色力量的问题 好 又提到民众党就对了 好 但是主要的主角还是赖湘林 就是邱佩玲很欣赏赖湘林 所以她带了这些人呢 去参访企业的时候 就特别请这些企业主 能够帮忙赖湘林 但我要问的是 那企业主的反应是什么呢 因为你刚刚说 都是董事长出来接待嘛 那董事长出来接待 总不可能一点表示都没有嘛 总不会让你们拿两个香皂回家吧 对不对 美琪香皂嘛 没有啦 因为美琪那边比较客气一点 除了那个香皂以外 还有洗髮精跟弱髮乳 重点是董事长呢 企业主有没有 当场说哎呀我们会帮忙 问你点倒撒钢 有没有说出这一次这样的话 那但这个部分 因为我是小朋友嘛 所以人家可能在谈这个部分的时候 可能会避讳我一下 但我知道的是 好像乡林委员也没有收到任何的捐款 香皂委员没有收到任何捐款 那USB里头他名字 我有去查了一下 就是政治现金的部分 那其实赖香皂委员是没有收到的 但是USB里面的110万的这个名字出现的时候 其实我也非常的惊讶 就是USB里头其实也有赖香皂 也有邱佩玲 然后记载柯文哲的USB 但是赖香皂没有收到吗 对 我觉得蛮奇妙 他之前不是说他有收到110万的竞选经费 但那个110万就我知道的 好像是从柯文哲或是党部那边 拨给赖香皂委员的 但是其实我听到赖香皂拿这110万的时候 其实我也非常的生气 为什么 因为赖香皂在选市长的钱 都跟我们说他没钱 我甚至还付了看板钱 所以你生气是弃党只给他110万吗 还是弃 我弃赖香皂跟我装穷 你是弃赖香皂给你装穷 我是最大的受害者你知道吗 好 但是选市长 我说真的啦 110万真的 一下人贏了 110万是不贏了 竟然他点了你啦 来 书沛在现场 这个其实是上个礼拜 静周刊的报导 报导把这个柯文哲的USB里面的秘账解密 现在不叫静周刊 现在叫静检 静检 静检我报导 静检报导 测译测译报导 测译报导里面呢 把所有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商界名人啊 的数字全部都弄出来 那因为谢国良坦承那是200万嘛 对 所以这些人的钱就都是两本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就来看一下 曝光的USB金主名单里头呢 比较值得关注的 因为刚刚辞联也谈到了邱沛玲 邱沛玲 邱沛玲 那据说啦 苏伊仲40邱沛玲 柱文定20邱沛玲 黄南光20邱沛玲 据说这三笔其实是要给赖湘玲的 是要给赖湘玲 那问题是赖湘玲收到吗 而且听说都是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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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40 20 20 这是这个 30 30 30 本人就是90或者80 然后反正这都是邱沛玲去经手的 那邱沛玲有没有把这三个人 要给赖湘玲的钱 有没有转给赖湘玲 还是柯文哲这边 全部给柯文哲 柯文哲有没有给 这是一个问题 但另外要讲的是说 上个礼拜看到这个名单的时候 其实上面有很多人 过去是在跟台北市政府 都有相关的业务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这些人 邱沛玲去募款的时候 我就有问说 这些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些人有一些人跟我讲说 他们其实是邱沛玲去找他们的时候 就说了 因为民众党在2022年 有很多人要选举 所以邱沛玲帮柯文哲 柯文哲是党主席 所以帮议员募款 所以这些人才会拿钱出来 那这些人拿钱出来之后 到底有没有给议员 我们这些议员都当人头 被邱沛玲拿去跟这些财团募款 但这些钱居然进到的是 柯文哲的秘葬里面 那有没有出去 现在看来没有 这些钱没有进到民众党 也所有的议员 包含这徐时生就说没有 徐时生我不知道 你有没有被当人头来 而且你有没有问过其他的 除了赖湘玲之外 其他的议员 他们有没有收到 企业主的募款 其实我们 我们在2022年代 代表民众党参选的议员里面 我们有一群非常好的朋友 其实我也有私底下问过 包括我们台南的蔡婉晴 或是高雄的陈妙珍他们 他们其实也都没有刷 任何民众党给的资源 大家都是在帮柯文哲打天下 但是我们如果真的被拿来 当人头募款 却一毛钱都没有拿到 真的是太可恶了 来来来 你们不是帮柯文哲打天下 你们是在帮柯文哲募款 因为有你们 才有办法去跟财团募款 这个邱佩玲才能够用了你们名义 去跟这一些人募款 不叫黄编宏是说 这些钱如果都没有给你们 他留那么多钱 在自己的秘账里面到底要干嘛 而且这些钱跑到哪里去 好来 宜先生 这是当金的概念吗 这就是当嘛 但是这不是当 我跟你说当是什么概念 200块 我抽20块 那个叫当 他如果200块 200块 200块 都放在他的落地 这不是当 这是侵占 这是诈骗集团 这是诈骗集团 都10%到30%之间 所以当是合理的 但是柯文哲不是叫东 他叫亲战 他这些所谓的就变成是民意嘛 我跟赖湘宁用赖湘宁要选市长的民意 去募了一笔钱叫90万之后 我可能寄在自己的帐里面 现金就留在我这边 算对赖湘宁还不错 我觉得心虚 结果呢 党部有给110万 所以他的出帐是由党部去出帐 入帐是自己到自己的口袋里嘛 这就是柯文哲的手法 党部跟总部都变成他人头入账 跟洗钱的手法而已 而真正的候选人 可能一毛钱都拿不到 这些现金到底跑到哪里去 才是减年现在要查的重点 一三哥过去你跟慈称熟吗 慈称认识但是没有那么熟 他们那时候在选举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在离开了 那这个募款的过程呢 就是拜访企业主啦 餐会啦 哭穷 这应该是柯文哲一贯的SOP吧 因为你不去经手他的行程 他很常有私人行程 等一下会讲到橘子的 我算是橘子鼻祖啦 始祖 橘子鼻祖来讲一下橘子鼻祖 橘子老祖 他的之前我就说过 他的行程绝对不是写在 Excel党1500小审 而是在Google表单里面 而Google表单可以有权力输入的人 除了行程秘书之外 就是柯文哲可以有私人行程的输入 而知道这个行程的人只有两个人 就是柯文哲 陈佩琪跟所谓的行程秘书 知道就是我 然后现在之后就是橘子知道嘛 橘子知道这个行程 通常柯文哲会叫我 不会叫我去 譬如说这种私人行程 因为比较民进党 所以他不会叫我去 他会叫橘子去 表示他跟橘子的关系非常的信任 所以叫橘子一起陪同嘛 好 那现在当然关键是在 这些被当作人头的议员 到底有没有收到钱 简调好好问一问 邱佩玲当初在牧的时候 到底是帮民众党募 帮柯文哲募 还是帮议员募 那如果邱佩玲说我是帮议员募 而这个钱呢 记在柯文哲的USB账户 那同时呢 钱又没有到议员的手上 那问题就大啦 就是说赵賴香琳的讲法 是110万 他的认知是党给他的 那这一块老实讲 党给参选人是没有上限的 就是你党愿意给多少 他只要有登记就可以 可是我觉得现在外界会比较麻烦的一个 就是说譬如说刚刚讲那几笔钱 如果是邱佩玲金手 是 金手有不同的层次 什么叫不同的层次 比如说我抗仁郡金手 我给他募款对吧 有一种方式是他拿钱给我 我拿给别人 那这个就很简单 邱佩玲你给谁 这些钱你如果是有拿到 你说我拿30万30万 谢国安就是这种情况 他拿给邱佩玲 邱佩玲交回去的 那我就讲层次不同 就如果他有给我 我是金手 所以他给我我就给了谁 那给了谁的这一个 现在这大家好奇 第二个是 有没有那种就是邱佩玲帮忙引荐 引荐完了之后 你起到他这头 等于我就是一个街头的人而已 那这些其实不难查 为什么 因为邱佩玲不是橘子 橘子在日本 邱佩玲在台湾 邱佩玲是问得到的 就是问得到的 民众哪也不就 这第一个 第二个柯文哲 其实我后来发现到 他其实找这些素人参政 像赖湘宁状况比较特别 为什么你知道 这个人我必须明白讲 他没什么募款能力 这边有孙子的自己知道 有些人就是有募款能力的 什么叫募款 他自己有办法自愁裁员 赖湘宁真的就我所认知 除非他骗我 或者我看到是 他是比较这几个参选人里面 比较没有说 企业看到他会说 我主动愿意多少给你 所以要有人帮忙 我们之前也觉得柯文哲没有能力 好 问题就来了 人家他会打电话给黄总 来来来 素培讲到重点了 柯文哲会不会用这种所谓的 我都是找这种素人 现在比较没能力 没我来打三天 结果打三天到最后 大家觉得说 对你看 好多人都讲说 听了柯文哲 谢国梁的妈妈 听了柯文哲讲说 你看我们党就是穷 我们就是没有能力 我们就是不像别人 所以愿意拿钱出来 那问题来了 到底拿出来的是 到最后柯文哲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是你给我个人 还是就像刚刚讲的 因为老实说 这个钱 就不管上面数字是多少 跟赖湘宁的110 是兜不起来的 兜不起来 是兜不起来的 所以他应该是不同比 所以他有出路 所以比较有可能 当然比较有可能 就是邱佩玲是交给柯文哲 因为他如果是交给赖湘宁 应该记在赖湘宁的USB 不是吧 而且赖湘宁他就报 而且金额不是很大嘛 30 30他都记的话 就表示应该是 柯文哲收到 他就赶快记了 对啊 所以柯文哲会不会就是说 我搞一个iVoting 找一堆素人 然后拿出来就跟大家讲 你看我就没像 大家都说政治明星 大家可以募款 我们这些都很可怜的 没法募款 不然你赞助一下 赞助一下 因为钱的数字 如果这些为真 他跟赖湘宁有申报的 110万是都不笼的 都不笼的 好来 慈生还在线上 我来问一下慈生 那么这样的拜访 或者这样的募款呢 除了去美琪金额之外 你所了解 不一定你自己有去 你所了解的 这样的参访形成很多吗 或募款形成 应该说在选到后期的时候呢 邱佩玲副市长就开始 积极的带着赖湘宁委员 去参访企业或是 一些地方拜访 那其实在这之中 其实我也只跟到了 美琪跟金额 那其他的行程呢 因为由于是市长行程 那我这边 可能也没有办法接收到 那除了赖湘宁之外 我说类似像这样子 拿议员当募款人头 这样的参访行程很多吗 你所了解 这样据我了解 是有一定的数量啦 对 那都是邱佩玲吗 还是有其他人呢 我这边接触到 都是邱佩玲副市长 都是邱佩玲 对 好来 我接触到的啦 来 林涛也在线 如果党装可以募这么多款 然后赖湘宁选 整个桃源是这么大 他拿到110万 他怎么选举啦 所以我觉得今天 不管是金额跟美琪到现场 因为那时候 因为那时候整个赖湘宁 他的民调不高嘛 所以变成说 到底金额美琪有没有捐出来 我就打一个问号 可是我觉得 如果邱佩玲在现场 金额美琪一定会看在 邱佩玲的面子上 多多少少会支持 意思意思 那会不会在现场就支持 我是打一个问号 还是谁后续要去接头 因为这有可能 你现场有这么多人 你现场有可能 不可能在现场那么多人 就拿钱 不可能 现场这么多人 现场只会拿肥皂而已 对所以现场还要拿洗手炉 那我的意思是说 我意思说在这个过程中 有没有可能是到最后 人家说要给赖湘宁 或是要给慈生 到最后是都到民众党 然后没有发下来 其实我觉得这是最大的疑点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 总共是要还给赖湘宁的公道 总不可能赖湘宁去那边 选得这么辛苦 然后去参访了这么多企业 每个企业说 有了有了的支持的支持 结果110万 民企业都迫在他的身固定 如果我是窃阻 我指明说要给赖湘宁 那个人情是 胜在赖湘宁身上 没错 阿伯爷去找赖湘宁办事 赖湘宁如果说我没办法 他会收起 总共我给你支持 但是他没错 所以他也不欠的最佳关系 那我觉得所有欠的人 会欠在邱佩玲身上 因为毕竟邱佩玲 他是大咖他出现了 所以我觉得今天有必要理性 就是说如果台湾民众党 在募款的过程中 都是要给县市首长的参选人 或给议员的 然后都没有 都是给民众党 那我觉得真的会让这些 在帮台湾民众党党杀的人 感觉很贴 我觉得2022年 我刚刚慈琛跟赖湘宁 跟金格有一个照片 你知道吗 那个一起去去照相 代表的是什么 我们都要选 我带这个人来 就是这个人要选 然后这个人要选 选去期间我没台没机 带去办公室 带去你公司是要选 难道只是为了来吸收入吗 一定要两票嘛 不可能嘛 一定要两票嘛 一票是选票 另外一票就是钞票 这些企业老板会不知道吗 所以关键是钱到哪里去 所以邱佩玲也一定知道 我带着这些人来 就是要两票 选票投票那一天给 钞票要提前给 那这些人都到了 会钞票没到吗 会不会在这个名单上面 我们刚刚看的那名单上面 其实还有露露灯的名单 一定有露露的名单 我来问一下慈晨 慈晨你有收到任何的 民众党帮忙的竞选款项吗 你自己本身有收到任何的吗 我真的要讲 我一分五毛都没有拿到 真的很心酸 一分五毛都没有拿到 我真的一分五毛都没有拿到 除了你之外 还有别的议员 大家都一样吗 都没有拿到吗 就是你们这次选都是自掏腰包选 其实我们大部分都是自掏腰包 但是我必须给说 跟我比较友好的 我们比较讲真话的 都没有拿到钱 那至于其他阿鱼产妹 不知道有没有拿到 那你们都没有跟党中央哭穷 也没有跟柯文哲哭穷 就需要经费的支持吗 其实讲到这个东西 我印象很深刻 是在选前的时候 赖湘霖要办一场造势大会 我们连一开始要文宣布 来资源的东西都没有 还是我们去党部炒 才炒到的 但那一场动员的 游览车点心前 都是议员致富 帮赖湘霖做造势 所以你们去党部炒 是什么党部 是桃园市的党部 还是民众党的中央党部 我们到民众党的中央党部去炒 那个时候有个秘书长 是谢立功 对 所以谢立功为了帮 就是连赖湘霖要选举 要动员 都没有帮助你们 所以更不用讲说 你们这些议员 完全都没有拿到任何资 但是我说实在 当证据现金案曝光 就发现原来柯文哲 他们竟总是这样花钱的时候 而且是很有钱 咖啡这样花钱 T恤这样花钱 宣传册这样花钱 其实真的要老百姓 而且还有 我洗衣服老百姓 而且便当费9601里面的是96万 然后你们完全没有拿到钱 这个对所有民众党 连那个据说 那个什么拆瓜部也做了一大堆 要不然真的做还讲得多 还有阿飞做了好几百万吗 我想要问实生一件事情 来实生 那时候在台湾民众党 在操盘整个2022选举 在管进出账的这一个人 就是管他可以给谁钱的 这个人大部分是谁 是谢立功吗 还是李文忠 还是黄山 没管账 2022那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的管账 应该还是梁绣局 对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 其实申请钱 还是找梁绣局申请 但因为其实党部 也没给我们什么钱 所以我们也没什么机会 去申请经费 对啊 没有机会申请 谁可以决定要给谁钱 对对这才是重点 是谁可以决定 我今天要给賴枪 你要给持宣多少钱 其实这个应该还是 只有柯文哲 自己可以决定的 对 好来人群 我问一下啦 就是说其实因为现在大家讲说 你们这个地方选举穷得要死 但现在看起来有很多这个募款 事实上是有用你们的名义 而且现在看起来是 人家应该是有辞职对付这个金额 那我又问一下 就是说你们当时在过程当中 你们除了去跟谢立功要之外 还没有跟其他的人 或者是有没有机会去跟柯文哲当面去讲这种事情 因为老实讲就我的理解 如果有错你可以纠正 就是说谢立功其实当时也跟我哭穷 你知道吗 谢立功也哭穷 因为他说他没有办法决定 党里面的钱要怎么样去给谁给谁 这是当时谢立功的说法 所以是不是整个的党部的账 包含到你们那时候 把他看什么是禁总或什么 其实真正的掌控权是由柯文哲来做 因为柯文哲对待都否认 他说没有啊 那个事情他都切得干干净 他都不知道吗 对他都不知道 这样他都不知道 你们实质上跟他们接触的时候 还被50年的好朋友骗了 对到底是谁能够做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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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决策 就我认为啦 其实民众党还是一个一人政党 所以其实最终做决定还是柯文哲自己 对 那就是所有的事情就是 对啊 他自己的 所以时称我请教你一件事 所以你们2020年 被民众党提名的时候 那时候党有承诺你们 如果你们出来帮党选的话 他会给什么资源吗 还是没有 我给你最好的 就是民众党的党给你挂 其实是这样子 那个时候其实他们觉得 他们给我们的 就是民众党这块招牌 那当然在中间的选战会议中 也有说可能会如何帮助议员募款 或是帮议员如何做地方组织 但是到口来都是空口支票 所以帮议员募款没收到 帮议员做组织也没做到 只有一个komban而已 好谢谢慈善接受我们的视讯连线 所以太离谱了 连帮议员募款的钱 都可能放在自己口袋里 不好意思你用komban是不是 komban也要收钱 你买了 你让他肖像权是买钱 kp kp也要收钱 如果他真的是打着议员竞选的民意去募款 钱记在自己的USB 钱放在自己的口袋 如果这是为真 这样真的有够利益 有的这三十万四十万他也要 而且我跟你讲 还有一个更离谱你知道吗 他比如说刚刚提到谢力功 谢力功不是当时在做民众党的秘书长 这个礼拜四下午民众党要开会 讨论要不要开除谢力功 这个礼拜四下午 谢力功的公斗开始 因为谢力功当时曾经讲过 柯文哲要不要认罪 就为了这件事情 我觉得接下来刚刚徐迟称也会是下一个 因为他今天 因为他现在揭露了2022的秘密 他有去跟企业见面 但没有拿到款项 那么说到金流 钱到底到哪里去 谁是金手人 那么关键的证人又是谁 被告又是谁 我想这里头一直有一个人 林涛说 哪要不要认罪 哪要不要认罪 那之前就有朋友跟我说 为什么要不要认罪 因为是立委很麻烦 我要传他来问个话 要经过立法院 要问一下韩国瑜 金麻环 但真的有可能 下一个就是黄珊珊 我自己过去的选举 每一笔政治现金 我们都非常感谢 但是过程里面 有没有任何步伐 还是要请他们提出所谓的证据 也就是说 不要用故意寒沙摄影 连连看的方式 目前周刊报导的 仅是查询得到台面上 你都还是用所谓的人头的捐赠 这个不叫合法政治现金 这已经是涉及违法的问题 那我们又要问 除了这些钱以外 那有没有台面下 私底下收受的 拜会跟密会是两回事 如果他到市府 朱雅虎是以前市府的官员 他到市府拜会 然后会到办公室来打个招呼 这个是很正常的事 如果你没有按照相关的规范来做登录 就是密会 不是拜会 他今天的回应完全必重就轻 因为没有告诉大家说 这一场的拜会里面 你们到底谈了些什么 才是了什么 你有没有承诺对方做什么事情 完全没有说明 便当会是因为 我是府会总联络人 我今天说第三次 府会总联络人就是负责议会所有的联络工作 所以议员只要到市府的便当会 除非我有其他重要会议 或者是我生病 否则我一定都在 我参加过数十场的便当会 黄珊珊你担任的是台北市议会的总联络人 可是2020年3月份开始 就一路密集的所谓的便当会 然后包含一次又一次的协调会 黄珊珊你在这个期间 你有参与 你有开会 但是你完全没有阻止这件事情 那请问你为什么没有阻止 你到底在心虚什么 林涛说终于一天等到你 好我们来看这个新闻稿 这是北柬的新闻稿 那么北柬新闻稿里头 有一句关键的话是 除了橘子之外 就是要严压柯文哲的理由里头 除了橘子之外 其实还谈到了另外一点说 仍有被告于市长时期之救赎 这个救赎是谁呢 在今天敬简说是黄珊珊 基本上这个公道不会不来 只是比较晚 然后我终于等到你 因为从这个2024的选举到现在 其实大家就觉得 关键的角色就是你黄珊珊 怎么可能这个案情 从这到这还没传它 一路到现在几月了 现在已经快11月了 然后竟然没有传它 它是谁 它是柯文哲竞选办公室的总干 是他全攬所有的权跟钱的进跟出 然后跟柯文哲又是最核心 又是陈佩琪跟这个何瑞英女士 最close的母姐会之手 所以怎么可能这个人 在查柯文哲主席的账 这个人怎么可能不传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今天周刊报导一个关键在哪里 因为关键不是在政治现金 当然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政治现金 中工 他说抓到了18笔金流 对 18笔金流 那重点是当然蓝绿都有 邱一银 黄柏林 天啊 中工这家公司 中工机械 应该是中工的子公司 后来合并了 对 这是沈静光那个公司 那包括这个你看秦惠珠也有 蓝银的黄珊珊也有 但我必须讲 所以人家蓝绿都给了 又不是只给黄珊珊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周刊报导 最关键的不是这30万的赠金现金 因为这30万的赠金钱很少啦 对于黄珊珊来讲 就是中工给黄珊珊30万嘛 对 那这对他来讲的小钱 一个重点来了 官姐 今天周刊讲了一个关键的字 他说当时候珠牙虎带着沈静金 找上去找柯文哲跟彭正生 代表整个金华城的案 彭正生所有的指示一定跟柯文哲是同步的 因为他们两个来找沈静金 找这个柯文哲跟彭正生 反正早上呢 是朱 沈 彭 柯 好 四个人碰面 然后下午 不好意思 朱雅虎跟沈静金 再去找黄珊珊 所以他根本就是一个关键的角色 为什么整个金华城案 查到已经快要延压了 才要传黄珊珊 是不是你忌惮什么 我觉得这个中西北一所 是为什么两件事情 第一个黄珊珊很多人会说 因为他现在在会期中 要去搜索他 去传唤他 必须经过韩国院长 我觉得这是超级小的事情 打个招呼跟韩国瑜院长讲的招呼 去调查又怎么了吗 说真的 之前不是进去 立法院的大楼搜索吗 不是搜索好几次吗 这有什么特例吗 重点来 你们是不是怕他的哥哥 黄树光 不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不查黄珊珊 这么重大的案 柯文哲主席案 最关键核心的黄珊珊 而且他又是谁 他又是柯主席跟黄珊奇 从这个看守所 陈珊奇 陈珊奇 出来的人 去咽刀去他家过夜 怎么可能 这种关键小声令不常 所以我觉得今天终于踏进深水区了 黄珊珊你真的不要等北柬出来 你今天下午 你就自己明天早上 你就自己跑去北柬 你就到来说明 因为刚刚林涛论那张表 那个是黄珊珊整理的 她的意思是说 不是只有我收到中共的钱 大家都有 蓝绿都有 那个一定是从政治建议 有没有减舒培 没有 金酸 你讲到他 我刚才已经少过一次了 没有舒培 少过一次没有舒培 黄珊早上公布这一个 他的意思是说 你看你的蓝绿 大家通通都有收 对不对 然后你国民党也有 你不能说我收钱 就代表我有问题 他说50万50万都在这里 对不对 所以他其实句子是讲说 我这个就是合法的 我都有申报 但周刊讲的那个18笔 其实是另外的18笔 这个其实是现在整理起来的 这个18笔 那比较特别是这样 因为他其实直接点名 有两个捐赠者 有两个捐赠者 这个是中公保全金领 叫高明宏 我想比较有趣的是这样 是时间 为什么是时间 比如说 他有捐黄珊台北市市长选举 这个2022年的8月跟10月 隔两个月 各捐了2万跟8万 然后这样加起来是多少钱 10万而已 然后他也捐给什么 台湾民众党 10万10万10万 30万 9月10月11月 我不知道他一个月薪水有多少 我不知道 9月10月11月又各捐10万 那9月可能薪水都捐出去了 我也不知道 那就是本薪水的时候就捐出去了 可能啦 如果他个人愿意捐赠 合理是这样 如果不然我一比 因为你个人捐赠给政党 基本上因为你是个人 我懂了 你要讲的是 关键是他根本就是人头 我不知道 我现在就讲就是 而且你现在看他跟高明宏有关的 全部都10万10万10万 你看他各自有不同的时间点 然后你知道金华城的会计 我也不知道 这会计薪水是不是很高 这个比较高水 我跟你说 这个比较高水 这个金华城的会计 叫陈慧玲 按照现在周刊整理 你看 这都10万1万1万1万2万 這樣倒掉多少你知道 10万 不只是这样你看 一般我们捐钱 因为个人捐给出去的上限 10万块没问题 我如果有10万 我就一笔这样捐出去 合理吧 反正就登记 他没有 他怎么做你知道 我刚讲时间很有趣 11月26号的时候 他捐1万 12月6号 11月8号的时候捐1万 隔10天 12月8号的时候 已经捐1万隔两天 hoeynen 需要缺缺缺缺缺 缺缺缺到1万块 才可以缺出缺缺缺缺ガ 才1万 써 gossip 你2天能缺1万块 你真的很厉害 超厉害 你是家官 不是 你看那他为什么 他既然没有超过10万上限 他为什么要这样 而且你看他每一个时间 隔个两天 还是这个陈慧玲 有聚保盆可以倦相 我不知道 兩天一萬塊 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當時要為了宣傳 我的都是小額捐款 也有可能 但問題就回來了 我都是小額捐款 我都是小草 那個是誰在宣傳 是柯文哲在宣傳 你哪一個捐款 會先跟黨部講一下說 不然我10萬票 10萬塊拆10筆 我幫你充人投訴 你覺得哪一個捐款 而且你真的看他沒比 像這個8號16號隔8天 16號19號隔3天 這個也隔3天 這個隔7天 所以在金華城做會計 薪水真不錯 你隔兩三天 停一萬一萬 在中工作保全經理 薪水也很好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跟陳佩琪一向 走到路上看到ATM 我就喜歡 那個聲音 不然你就看 因為他的時間太密集了 而且都是一萬一萬這樣子存 仁俊哥我補充一下 我認為這是金華城的會計 這陳惠玲其實已經給了10萬 然後他是臀部都給現金 民眾黨黨部自己把他拆 所以你就知道說 為什麼 我直接講 為什麼他們會有20幾萬筆的小額捐款 合理 現在宣傳小額捐款 對不對 我就是要這樣做 先拿來做文宣的啦 但是他這個問題還有另外一個 因為如果他是一次拿10萬過去 不好意思喔 而且不是要匯款 要匯款 他不能用現金捐 如果你今天用這個方式去拆的時候 你等於是規避了所有的申報喔 對 這就是問題喔 超過10萬塊的捐款 必須要用匯款 不能用現金 所以如果陳惠玲 一次是給10萬 交到總統 柯文哲的總統競選總部 是他的會計 柯文哲的競選總 把它分成九筆 因為你看嘛 現在加起來 這個陳惠玲捐給柯文哲 多少為零啊 總共加起來就是10萬啦 就是10萬啦 就是10萬 所以他把它拆成9次 把它變成是小額的方式 就是在逃避那個匯款的方式嘛 因為如果你匯款的話 你就是10萬 陳惠玲 它變成是9次陳惠玲 這很厲害做小 而且是怎麼要做這種小 很無聊 他們有空做這種賬 然後跟你說 他們在申報的時候 他們也搞錯 陳惠玲也搞錯 沒有時間作戰 所以冠戰去別人說 他說他不要做小籃很厲害 而且阿冠這很厲害 你看像高明洪跟陳惠玲 這個其實都是蔡奇亞名 坦白講 你就算今天他出現在 那個政治線上 你也不會知道說 他是金華城會計 或是中公保全 對啊 他不是修名譽 對不對 很容易被注意到 沒有 我覺得也是蔡奇亞名 所以就是說 你看他竟然可以連結到說 是中公或是金華城 這個 而且你看他的時間點 其實是非常密集的 對 很少人捐款會這樣 隔兩天又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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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兩天 不然你改了好 對不對 所以很多事情都有為常理 所以有18筆金流 這18筆金流現在只是被找到 據說除了這18筆之外 現在還有在比對是超過300筆 所以將來會曝光 越來越多不合理的金流 好 另外還有一件事 我們來談談橘子 橘子也是 柯文哲有沒有可能被引壓的關鍵 除了他詭異的金流之外呢 橘子的角色當然最重要 柯文哲已經被壓了整整兩個月 從夏天壓到秋天 再壓到冬天 我其實心裡非常難過 這個社會沒有給他一個公平的對待 現在要找證據找到哪裡 他的一個行程秘書橘子 把它講成是一個大帳房 那我就想要問一句話 橘子從頭到尾有參與金華城案嗎 而且他現在被列的被告叫做 政治獻金案被告 你用A案的被告 然後說B案的這個被告要被繼續擠壓 然後再同期B案的被告 不是B了 已經CDEFG了 完全不知道現在已經辦到什麼樣的程度 我想請張藝善來回答陳志涵的問題 他們剛剛問了兩個問題 第二問題是 舉者參與金華城嗎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問題是 你用A案 然後B案 這樣人家會糊裡糊塗的 人家會什麼A案 B案 我聽不懂他講什麼 反正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今天是用A案的明目 然後用B案去告他這樣子 當然不是 因為金華城跟政治獻金案 他的A案跟B案 可能是在講這兩個案 這兩個案 其實政治獻金案 就是標準的金流的走向 而金流的走向 就是對照所謂的金華城案裡面 有沒有收受回落的協議 所以你回答了第二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是 舉者跟金華城有什麼關係 沒有參與 怎麼沒有參與 有啊 我們破解了他的刑事力不是嗎 對 我都以為是1500小省 那個金手人可能是橘子 可能橘子不是這個金手人 而是在USB所謂的Google的行程表單裡面 我一直說嘛 USB的1500不是時間 因為時間都會記在Google的行程表單 而橘子在身為行程秘書 行程秘書有很多人喔 不只一個人喔 但是為什麼他可以跟柯文哲去 我當過柯文哲的行程秘書 而且是行程秘書的總管 柯文哲的私人行程 甚至連我都不會帶去的 為什麼橘子可以跟著一起去 而橘子跟著一起去 一定有他的功能嘛 否則柯文哲的私人行程 為什麼要帶橘子去 所以出現了所謂破解 所謂Google行程表單裡面 橘子跟所謂的柯文哲一起去 而且寫說 至少有兩次嘛 對 有兩次 至少有兩次 然後呢 一起去上面還標註什麼 牙虎來接 表示中間人叫做一個叫做牙虎 是沈慶晶的中間人 然後他們趁著是開到地下 而橘子可以去 表示他就是另外一個中間人嘛 所以柯文哲跟沈慶晶之間的中間人 就是朱牙虎跟徐子瑜 是不是這樣的一個對價關係就出來了嘛 相對的關係出來 所以沈慶晶跟柯文哲不認的情況下 我當然是要逼迫所謂的朱牙虎跟徐子瑜橘子來認嘛 好 我們剛剛談了那麼多 從人頭議員 也就是拿議員做幌子 沒了款 錢到底到哪裡去 這些議員問了嗎 還沒有問 我們剛剛談了 被抓到了18筆金流 甚至有300筆金流 現在其實兜起來呢 都蠻詭異的 有沒有可能這些人都是人頭呢 這些人問了嗎 還沒問 剛剛我們談到了橘子的形勢力被破解了 問題是橘子的USB還沒有回來啊 橘子人還在日本啊 回來了嗎 還沒有回來 那麼之前很有可能都是 柯文哲在禮拜四 嚴押大戲裡頭重要的關鍵 不過黃國昌也說了 他說禮拜四 柯文哲肯定是要被嚴押的 他的理由蠻瞎的 他說因為是同一個法官 想那一這邊是嚴判獨樂觀嗎 我想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常識問題吧 這一次嚴押庭的法官跟上次擠壓 柯文哲的法官是同一個法官 接下來的這個禮拜 我們會非常密切的關注 臺北地檢署所提出的嚴押的聲線 在法院裡面審理的狀況 是結果 中央警警應變小組 有什麼樣進一步的回應 會跟在人所有的媒體朋友被撤回了 禮拜四 柯文哲會不會繼續說要禁見 當然要問禁見律師了 來 柯文哲又輪到同一個法官 被黃國昌質疑 這是不是刻意安排的 又安排到綠色法官 剛有可能性安排 通常這個是怎麼輪 這個我這邊要跟大家報告一下 黃國昌又在那邊混淆大家的視聽 剛有可能性安排 通常這個是怎麼輪 這個我這邊要跟大家報告一下 黃國昌又在那邊混淆大家的視聽 一直想要忽視 其實司法這次對柯文哲 其實算相當的理由 我先問一下 通常這個嚴押亭跟激押亭 這個法官的輪流你們通常是 對 因為現在這樣子 因為現在目前是法官保留原則 就是說像這種激押亭 就輪有特殊的法官去輪職 那北院那就五個法官 在輪這種判激押這種事情 那他會刻意說今天激押亭 當時激押柯文哲的法官 在引押亭的時候 就讓同一個法官判嗎 他們這個是不是同一個法官 其實在這個 我說他會刻意這樣安排嗎 不會 不會被安排 這是剛好的嗎 剛剛好 因為法定法官原則 他在按照既定的法規 去決定接下來的嚴押亭的法官會是誰 基本上都是用抽籤的 都有抽籤的 有抽籤的啦 那個輪值每個月又每個禮拜 還會去調 比如說因為上次 上次柯文哲遇到這個法官 這次又輪到那個迥然弱階的法官了嘛 對 剛好遇到他 真的是剛好遇到他而已 不是說什麼禮拜四就一定遇到他 沒有這種事情 他那個是一直隨機的 只是剛好遇到他 對 剛好遇到他 但是這就是黃國昌認為 押定了的關鍵 那我認為押定的關鍵絕對不是法官啦 絕對是我們剛剛所說的 還有該問的沒問到 還有該回來的沒回來 沒錯 甚至還有另外一個線索可以來做觀察 易小微和審訊金如果也延押了 柯文哲延押的可能性就很高對不對 如果說今天好像 目前這個審訊金他是行賄者嘛對不對 行賄者如果被押 那另外一個旁邊那個議員 沒有法定職權 但是他卻參與了很多次便當會 具有這個影響力的議員 也被押的話 基本上真正的那個收惠的那個人 就是柯文哲 他被押的機率就非常非常高啦 因為是給錢的押 旁邊敲鞭骨的押 這個收錢的怎麼會不押呢 他這是一連串的骨牌效應 那我問一下審訊金的策略 這也就是說 易小微和審訊金如果都被延押 那現在確定是易小微被延押了 那審訊金他是拒保停押被駁回 但是他是不是繼續被延押呢 我們現在錄影的時間是下午的1點41分 還沒有看到裁定書啦 但如果審訊金和易小微被延押了 剛剛趙律師的說法 柯文哲被延押的可能性就非常高了 那麼審訊金使出了幾招 第一招當然就說我身體也不好 我很慘 我有生命垂危 所以你不可以繼續壓我 這是第一招 第二招他就嗆了 他說你不要給我綁出來 綁出來我決定要花錢 拍Netflix的片子 也就是要把我的不公不義 拍成影片喔 在Netflix播放 我是不知道拍了影片之後 Netflix會不會買單啦 是不是就一定會播放 我也不知道 但是這種嗆聲對他有幫助嗎 我是北檢 你這樣把我搶得越歪給你放出來 因為我一放他出來 他馬上就去演戲耶 你知道嗎 拍到Netflix上語 對對對 你馬上就跟我去演戲 他已經出了兩本書了耶 出書跟演戲不一樣的概念 主持人我跟你講 這個反而是鐵證 因為會上Netflix 不管是影集還是紀錄片 大部分是什麼 騙子嘛 不會只是貪戶犯嘛 這種都是最容易 像比如說創造安娜 或者是Tinder 那都是跟犯罪有關的 所以說Netflix有興趣的是 你真的有犯罪 然後出來之後 自白的那些紀錄片 或者是影集 他才會買單 不然 不然誰要看 對不對 所以今天沈青青 你自己都要控訴什麼司法 不公諮 讓你自己畫完 我也要幫你播嗎 而且沈青青的劇本 其實不好演啊 因為他知道 他在被搜索那一天 他是躲在哪裡 他躲在那個安全體裡面 代表他四肢健全 還有體力 躲在那個很悶熱的地方 結果一進到北索之後 他看到他坐輪椅耶 他去坐輪椅去音訊 你也不能說他造假 因為他真的去開刀了 老實說 對啦 但是如果說今天我是導演 我演一下子健康 一下子換鏡頭 馬上變輪椅 這會被觀眾罵 好 那幾個關鍵人物 這兩天 為了要開柯文哲的演壓庭 先問了一位叫做林崇杰 好 來問一下解數配 林崇杰是誰 林崇杰是以前的 産發局的局長 而且在柯文哲任內 他是 唯己做滿八年的局處長 很多人早就都走了 他是可以做嗎 因為禮拜四要開演壓庭了 所以這兩天要趕快去問 他非常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金華城20%榮獎的部分 他要回饋給產發局做清創中心 當時就產發局的同仁認為 這個地方回饋給我要做 要做這個年輕的清創基地太小 因為他還給我們的坪數 800多平方公尺還要扣掉公社 而且我們還要去繳每個月的管理費 產發局認為不要 可是柯文哲就說越快越好 因為那個合約不簽 柯文哲是這樣說的 原文哲說 怎麼做都行 快就好 這個是有手遇的 我告訴你 因為這個東西沒有簽 建造就拿不到 所以他 所以這兩天問了林崇杰 對 他當時要求林崇杰快就好 趕快把它簽出來 媒體有曝光了一個 大家比較不熟悉的其他我就不講了 什麼黃錦茂啦 什麼等等這些 彭震盛我們就不講 還有一位叫李德權 據說他也說了 李德權又是什麼 李德權是當時的副秘書長 所有的副秘書長 就是所有的公文要往上簽的時候 一定要經過他 李德權以前是地震局的局長 所以後來當副秘書長的時候 他就主導這些公務相關的局處 所以公務相關的局處的公文 一定要簽過他 往上20%的容積獎勵 簽到柯文哲 簽下來之後 李德權說不行 因為這個東西沒有一致性 會有圖利 他給柯文哲建議了 但柯文哲不理他 所以李德權已經不是被約一次 他已經被約了第二次還是第三次 好 那麼還包括問了彭政森 據說彭政森也說了一部分的事實 同時問了黃錦茂 黃錦茂也全說了 至於有沒有可能都是 柯文哲會被掩壓的關鍵 那我們回來講 柯文哲被掩壓的關鍵 那麼柯文哲被掩壓的關鍵 我們剛剛談了很多之後 大家就認為掩壓的可能性很高 那政治風暴可能馬上就要來囉 康文哲你一定還記得 要去衝總統府對不對 都說出來林國城 不是啦 因為民眾黨在最近的這個集會裡面 確實包含到這個 如果柯文哲都被掩壓他們去衝總統府 說這個話又林國城你知道嗎 對 因為現在看大家去衝 所以這個政治風暴 我老實說 我覺得這個政治風暴對民眾黨來講 會有一些的衝擊 但是很有可能會卡在一個位置上面 不上不下 為什麼你知道嗎 什麼意思 來 這個是美麗島電子報 在最新的一個民調裡面 你看針對民眾黨的好感度跟反感度 事實上你可以看到有一點點差別 為什麼 這個是好感度 好 這是好感度 你看到其實老實講 好感度如果10月跟9月來對比的時候 它才上升了0.1 0.1我們怎麼去講了 不用討論 對啦 誤差範圍內 但是它代表什麼 維持平盤 9月10月 也就是說大家對它的討厭沒有更糟 就是它的這個好感 因為討厭反感在上面 這個是好感 那你可以看得到 就是在這個地方維持平盤 沒有上下震盪 但是在反感的部分 9月跟10月你可以看得到 它的反感的部分 9月的時候還有60.3 但是到10月的時候變成57.5 好 這當然是一體兩面 好感跟反感是一體兩面 也就是說它並沒有更被討厭 好 那問題就回來了 10月的這個階段 事實上是柯文哲案子被討論 是每天被討論 10月的這個階段 事實上是柯文哲案子被討論 是每天被討論 但是反而大家對這件事情 沒有太大的上下起伏 理論上面來講應該是說 討論的越久 應該會有些起伏 所以這個對民眾黨來講 我今天就已經聽到 有民眾黨講什麼你知道嗎 我們策略成功 策略成功 我們幫阿伯的這個策略成功 為什麼 因為北檢一直沒有拿出 一個具體的證據 所以我們民眾黨 你可以看到到 討厭我們的還欠少 不是 我說實在的 這個民眾黨也蠻矛盾的 他說北檢沒有拿出 一刀避命的證據 所以我們策略成功 那如果北檢拿出 一刀避命的證據 他說北檢外泄 對 泄密 偵查不公開 你怎麼可以拿出來 你一樣講 你那不回來想一下 柯文哲當時不提抗告的時候 理由是什麼 他說希望北檢窮盡一切的方式 然後就是偵辦 對不對 對 好好的 結果他說我會好好配合掉 結果他又不接受詢問 然後他現在用 提訓的時候他又去不配合 他現在用了一切的方式 到了他們直播的時候 就不知道什麼 叫做押人取公 叫做想盡辦法